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越亲近的人越不耐烦吗? 三个转念心态,让你回话更得体,事后不后悔 面对最亲密熟悉的另一半 你总是觉得跟他讲话就是要耐住性子 还要跟他一一解释你的想法跟作为 就是觉得很不耐 那应对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个唠叨,那个提醒 时常也会让你越听越烦躁,直觉性的 就是想,哎,反唇相机,或是干脆装作没听到吗? 你是不是也对就是越亲近的人越感到不耐烦呢? 有这个困扰的话,今天就来好好理解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要来分享一间位于原山站的美食 叫做金后甲好吃鸡肉饭 没有听错,它的名字就是这么的直白跟醋鼻 就叫做金后甲 那它地点位于原山站保安宫旁边 店家主打各式各样的鸡肉饭料理 而且它的鸡肉可不是你想象装的这么无聊 就是什么鸡肉饭,如此而已哦 它的鸡肉可是有四种鸡肉可以挑选哦 有招牌的土鸡,放山鸡,乌骨鸡跟玉米鸡 而且不是只有这四款可以挑选哦 你还可以选择你要吃鸡胸还是鸡腿 所以这样就会变得有八种选择 那它每个餐点呢,就像有点像便当菜色啦 它会有三个配菜 所以呢,你就是可以自己挑选你喜欢的鸡的种类 然后再选你可能喜欢的部位 然后再来就是它可能就是会有配菜的部分 配菜的部分呢,其实除了它付给你的之外呢 你也可以单点什么笋丝啊,油豆腐啊,卤蛋啊 还有各式的鸡肉汤品 它店家的冷气有够强,如果你要内用的话 我觉得现在去吃 如果去吃路边摊真的是没有办法坐到外面吃饭 那这种油冷气就觉得 真的是这样才办法吃得下去 另外因为他们家生意好像真的蛮好的 那天去吃,就是它有些招牌鸡腿部位 就很容易就会买完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鸡腿 或是你有特定喜欢的种类的鸡种的话 尤其是他们家怎么放山鸡 就是比较热门 所以可能就是要提早一点去买 那我个人吃下来的感受呢 是我觉得它鸡肉真的是选得蛮嫩的 但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也算合理 也就一百块左右 就是个便当的价格 那它鸡肉真的是比外面 你吃到那种便当菜色来说 它的那个鸡肉选择是非常有品质的 你也可以买半只鸡或一整只鸡 就它基本上就是全鸡的料理 所以你可以就是自己家里有煮饭的话 就是单点鸡肉也是OK的 那今天叫做今后夹的好吃鸡肉饭 喜欢鸡肉饭的朋友就不要错过 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然后有放到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说真的 我在线动都会放很多有趣的事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了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越亲近的人越容易不耐烦吗 三个转念心态 让你回话更得体 事后不会后悔 第一点呢 就是 请把家人的唠叨 当成是客人或客户 听到来自父母或是家中长辈 不断地耳提面命 不断地重复 而且他们讲话呢 就是会有给你那种略带责备的 意味的虚寒温暖的 算是虚寒温暖 算是贴心的问候 这样问你说 你吃饱了没 要多穿一点 叫你就是不要吃那个 叫你就是不要这样做 我不是建议跟你说过 就是会有这样的语句 但是明明就是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 他们还是把你当成小孩子 在叮嘱 在唠叨 但面对这种不断重复的提醒呢 真的是很容易就会让你一秒恼火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你都听过几千几百万次 加上他们的口气 通常都是会有点以上对下 就是你当父母嘛 所以他们就是会 就是希望你可以改进 希望你就是听他的 所以呢 你就是听求 就是难免那个火气就上来 加上最近天气炎了 更容易引发出那个怒火 尤其是亚洲的父母呢 的这种亲子互动方式呢 就是会有那种略带责备意味 或是劝说小孩子的方法来开话题 他其实在饭桌上 或是跟你就是共处在看电视 他其实想要找话题 但是他们找话题的方法呢 就是不断地唠叨公事 不断地就是想要虚寒问暖 但是他的虚寒问暖 就是英文每次讲 还讲去这几个话题 然后就问你说 哎 有没有交男女朋友啊 什么时候要结婚啊 啊 你最近的工作怎么样啊 啊 我跟你讲 你个性就是太硬了 你就是爱干净了 你看你房间多乱 你看你的那个钱都没有在存 就是他们会以这种方法 来凸显他的关爱 来告诉你说 他是有在关注你的 但是他们讲这个话 就是略带有一点就是责备的意味 很容易就会把小孩子的火气给惹上来 那如果你懂得在应对家人 尤其是长辈的这个互动关系之中呢 如果你懂得听到他们这些话的时候 你就是火要上来的 你就是请把它转化成 把它当成是 如果他是我的顾客 如果你工作中会遇到顾客 或是你总会有客户吧 把他的这个身份转换成这两个角色 就是顾客或是客户 你就会发现说 OK 他其实是基于一个关心的角度 虽然就是不断的重复 但因为他是客户 因为他是顾客 你就会觉得说 嗯 很像可以冷下 我可以理解他 然后可以体谅 对方其实是出自一个好意 是发自一个善意的关心 但就是他就是没话题 在找话题了 其实你认真去拆解他这个背后的含义 其实就如此而已 所以就真的不要跟他较真 也不要因为一时就是你知道 被他就是这个重复的唠叨 或是有点就是指责异味的口气呢 给热毛了 就是不必要的争执 就是可以借由这种转念的方法 来把它消除掉 而最后第一点 把家人的唠叨当成他是个客人或客户 接下来第二点关心说 越亲近的人越容易不耐烦吗 转念心态 二就是呢 把情人的恶习 看作是老朋友 你到面对你的恋爱中的另一半呢 你就是会拿出比较高的标准 比较高的期待 因为毕竟你就是跟这个人交往 你就想过 我就会跟他走 就当每个人这样 都希望他走很久 走一辈子这样子 所以就对这个人 就会有比较高的期望值 你会希望对方应该要多了解我一点吗 期望他能够懂得我的需求啊 跟你在意我的地雷啊 关心我这个人啊 你会希望另一半能够做到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明明已经提醒过对方 或是你之前已经跟他沟通过无数次 比方说他就是袜子会乱丢 或是还回家 就是整个人就会贪乱在床上 但是不洗澡 那这些事情是你很在意的事 或是他可能就是惯性的迟到 或是是他就是会跟他的异性朋友 就是有点暧昧 没有拿捏好那个分级跟迟度 这些事情 如果你们之前已经讨论过 也去沟通过了 但是他仍旧不断地重复 犯相似的问题 或是不断地去踩你这些地雷 去触及你的底线的话呢 就容易因为他是你的伴侣 所以你就会凸显出你那个更没有耐心 你就觉得有完没完到底还讲几次 或者你就会很直白 讲话就开始比较酸一点 或是脾气会变得比较暴躁 比较容易易怒 但是我跟你讲 你如果遇到这个状况 你回话之前呢 请你就把这个情况 套用到你的朋友之间的互动上 比方说你另一半很爱吃到 那你就想想看 如果是你的好闺蜜 你迟到的话 你会这么生气吗 或者是你就是 你发现他的卫生习惯不如你预期 但之前跟他讲过很多次 说你的碗 吃完不要放在那边 然后都不洗 他就会有那个什么虫 虫会跑出来 然后会摟蚂蚁之类的 但如果今天是你的好朋友 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 好了算了 就是算了 你懂吗 就有可能就放过他 或者是你就会 比较有耐心跟他说 我跟你说 就是请去把它洗掉 不会口气太差 但是因为他是你另一半的状况之下 你就会觉得说 我要讲几次 你的火就很容易就会飙上来 但大多数时候呢 因为你如果可以角色 把它稍微对调一下 你就可以多一份体量 跟那个容忍度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不会因为 就是他的角色是你的另一半 就会过度的严苛 或是你的态度 就会很容易显现出你的不耐烦 而这样可能会影响你长远的关系 所以事实地告诉自己说 如果就是你对于这个情人 有些沟通上面 你很常会不耐烦的话 就请把它转成是 你跟朋友的互动模式 可能就会好一点 接下来第三点呢 就关于说 越亲近的人 越容易不耐烦吗 三个转念心态 就是三 把奥克的行为呢 当作是小孩看待 在生活中或工作上呢 你难免就会遇到很多 像什么 难搞的顾客 就是所谓的奥克 或者是天兵的同事 会刁难你的主管 或是非常难搞的老板 挑剔的顾客 就这一类 他们口气很差 态度很不好 作风强势又跋扈 然后有时候还会没事 硬要找你差的人 就是你不知道 哪根筋去惹到他 他就是看你不爽 实际上就会 就是对你发一个顿标 或是处处针对你 那因为如此 你就一时就会被他激怒 想要反唇相及 那就导致你后续 很难收拾场面 或是会影响到你的形象 那有这个状况 你自己也发现说 最近可能因为 就是天气早了 所以我脾气变得很暴躁 或是面对这些人 就是真的很容易 就会不耐烦 但是你的工作 就是又要大量的接触 这样的奥客 或是大量接触 这样的同事主管 或是你生活中 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你就告诉你 一定要去练习 把这些对象呢 这些难搞的人呢 当成就把他当成小朋友 你就把他当成小朋友看待 如此一来呢 你就可以针对 他们的无理取闹 任性妄为 你就会相对想说 好我就把你当成三岁 五岁的幼稚园小朋友 那你做这些行为 算了 就是放过你 因为你就是小朋友 你就是幼稚 你就是还没长大 你就是不成熟 你内心这样子 虽然你就觉得 像有点鸵鸟心态 但是你自己内心 比较过得去 你就不会想 跟他们计较这么多 你就不会随着 他们的情绪 去起舞 然后去讲出一些 很难听的话 到后面可能影响到 你后续的工作表现 或是你自己的 整天情绪受到影响 那就降低 你被他们激怒 或者是被他们搞到 真的心情很差 或不耐烦的情况产生 所以就遇到这种 就是难搞的人 或是奥K啊 天兵同事啊 就请你 把他们视为 他就是个小孩 我现在就把他的脸 换成一个 三岁小孩的样子 那我就会比较好过一点 好了 今天就是以三点 来聊聊关于说 越亲近的人 越容易不耐烦吗 三个转念心态 让你回话更得体 事后不后悔 提供给你做参考 如果你也是很容易 就是因为天气最近早了 很容易那个火气上来的话呢 就请你一定要学习转念 这个功课 那听完这一集 如果觉得蛮实用的 欢迎到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下五星的好评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位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咨询跟我联系 好了 这有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跟咯 对 不能等 别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